与您分享画面当中 这群环保小兼兵 他们是花莲中原国小的孩子 此季环保教育站热烈欢迎的 是花莲中原国小的老师和学生 为了让孩子更了解温室效应 对环境造成的危害 进而启发保护环境的那份心 此季之工也透过影片 吸引孩子的注意 我们很感谢你们 让我们不是只有在知识上面有长进 更是在亲自接触这么多的资源垃圾的时候 让他们可以知道 每一种分类可以有怎么样比较好的管理 有人用的话回收再利用 透过志工宣导 孩子不只建立不用少用的观念 也了解回收再利用 要从做好分类开始 每个孩子进入回收站后 也都付出行动 争相抢着要做环保 我也学到了要如何做回收 以及我们平常出去外面买东西时 可以少用些塑胶袋 然后少制造垃圾 共知共事更要共行 孩子们透过实作了解保护环境的重要 期望这群小尖兵也能将学到的观念落实生活 为保护地球尽以本心力 大约新闻正下美志工 陈振海张阳川 华联报导 文人 文人